我们才能够最后听到李津传道的分享 好 我们下一段交给宇康传道 谢谢 葛牧师刚才已经谈到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存在的很大的目的 就是要来做门徒的训练 这本书教会动力大转化 它是讲到有五个的步骤 能够让教会能够做一些的转型 第一个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要从传福音 我们从传福音到造就的门徒 第二个步骤是要从学习到装备 第三个是从聚会 我们的目的是从聚会要到一个造就 第四个是从活动到一个关系导向 最后是从数量到质量 那我们呢 怎么是门徒 如果一般人来问的话呢 大家很笼统地会说 可能就是一些灵命日渐成熟的人 他们也是常常去关心这些卫性主的人 邀请朋友来到他们的家里 让他们带到家里 或是带到小组团企来听福音 或是来带到这个周日的这个主日的聚会 还有这些的门徒可能就是很容易和大家敞开 布公的来分享他们生命生活的一个人 那门徒有可能就是很喜欢去做这些词汇的 爱这些社会的贫穷边缘人 还有呢 可能他们就是心中很有正义 很有圣洁 这个非常能够弃绝这些的罪 爱慕神的话 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为这个门徒做下定义 那第一个呢 这个作者说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第一个就是符合圣经 就是从圣经耶稣所说的话 我们来定义这个门徒 第二个呢 就是清楚明了 就very clear very simple 下一页 那作者呢 他说其实呢 有很多的经节 我们其实可以使用 但是呢 他用了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 就是耶稣对这个新闻彼得安德烈 呼召他们来做他的follower 耶稣对他们说的话 耶稣说什么呢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语一样 就从这句简单的耶稣的statement的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出做门徒 他的一个定义 他一个definition 我们到底该做什么 那做门徒呢 是做 使人做信徒的更深的一步 我们知道这个大使命呢 大使命不是去使万民做我的信徒 是做我的门徒 那做信徒呢 是悔改信主的第一步骤 就是把人从 从这个他走世界的道路上面 回转过来 回转过来 要跟从耶稣 是转一个方向 掉头转一个方向 那转一个方向之后 我们该怎么走呢 谁是我们的领头羊呢 他这第一句 他就说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呢 第一个是要在我们的头脑上面 我们知识的层面 要来认知 我们要recognize 也要acknowledge 耶稣是我们的主宰 耶稣是我的领袖 He is my Lord 就这么simple very simple 耶稣 lead I follow 这个跟从呢 不是跟踪 是follow closely 不是follow remotely 就是观看你的作为 是耶稣做什么 耶稣走到哪里 我走到哪里 耶稣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是认识 我是知道 他是我的主 因此我甘心乐意的 来跟从他 就好像真的是 我被卖到 耶稣的家里面 我就是他的仆人 这么简单的 他就是我的主人 就是在理智上面 在我们的头脑知识上面 我们知道 耶稣是我生活生命的 每一天 我整个人的生命的 甚至我全家 我们灵粮堂的Lord 他是Master 第一个就是从我们的 头脑知识上面 来认出 他是我们的主 好 下一页 谢谢 第二个呢 这个之后呢 就是我要叫你们 我要叫你们 这个呢 是从我们的头脑 转向我们的心 这是一个心灵塑造的 一个过程 这个就像这个 罗马书上面说的 要叫你们心里怎么样 更新而变化 这是一个Transformation 当我头脑 当我头脑认知了 耶稣是我的主了之后呢 我要在心中和我情感上 有一个变化 我要来爱他 我的Desire 我的Taste都转变了 被神的爱激励我 我的人生会不一样的 我知道我跟着主 会前面会有一些艰难的路要走 但是我心甘情愿的被神来拆毁 因为我知道他要重新来建造我 我愿意被圣灵转换 我愿意圣灵来拔出我心中的这些的杂草 这些的拜子 我愿意让耶稣来修剪我 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信靠主 我们也要知道 这不是一条天色常蓝花香常慢的路 而是让我们生活有赖 我们生活得力 得智慧 得帮助 都是当我们心灵认识 当我们的头脑认识之后呢 我们心灵愿意转化 耶稣是我最爱的 耶稣是我的良人 也同时呢 我们也透过圣灵 借着圣灵呢 在我们里面的内住 还有神的话 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 常常的牢记在我们的里面呢 还有呢 我们和我们肢体弟兄姐妹一起成长 就像我们今天下午 今天早上下午 彼此的学习 彼此的鼓励的当中呢 来转化我们的情感 让我们的心灵呢 来真实的能够来 来甘心乐意的 这么喜乐的 让我们也是真是知道 我们越侍奉越喜乐越甘甜 因为这个生命的经历呢 不断的来 来温暖我们 来鼓励我们 这就是我要叫你们怎么样 叫你们怎么样之后呢 第三个就是得人如得鱼 那得人如得鱼呢 就是从头脑的知识呢 然后延伸到我们的心 最后呢 你会发现你心 你的身体有一个火 你的手飞动不可 你非要带人信主 你非要传福音 我就好像说 我不传 这个我的嘴巴就有祸了 就像保罗的 有这样子的热忱 有这样子的 我就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呢 这里呢 最后就是从头脑的 影响到我们的心灵 最后到我们的双手 我们就是加入了 加入了这个一个军队 耶稣的军队 是一个the heavenly army 是一个天 就像天使天军一样 耶稣是在我们的 是我们的大元帅 他呢 我们参与了 神把人带进耶稣救恩的 工作的这一个的行列里面 耶稣是我们的元帅 耶稣在我们前面的走 耶稣的教导 是我们的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有耶稣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上面的 这个财富 名声地位 真的都会变成其次了 真的是知道 这世界都是会过去的 最近我的儿子也离开了我 我最近开始在收 他们的房间收东西 我真的发现这个 你过去的 他们小学 国中的东西收到现在 最后怎么样 都会都会过去 都会丢掉 我父亲过世之后 也是他的遗物 怎么样 都都是要丢掉的 但是呢 人唯有来信靠主的 我们能够得到一个 永恒的生命 那所以呢 这三个特征呢 其实到最后呢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呢 什么就是门徒呢 第一个 下一页 他有一个总结呢 就是从头脑上面呢 我们认知 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 We are close followers of Jesus 不是一个跟踪子 是一个跟从 是closely 不是remotely 来头脑 我知道了 耶稣是我的主 祂是我的Lord 祂是我的Master 然后呢 我心灵上的一个转变 我心灵上面 我一个热气 我的一个desire 我一个passion I want to be I want to be the disciple of Jesus 这是一个生命中 最大的一个福分 我就是能够成为 耶稣的门徒 参与在这个 这个 这个大使命的 这一个的行列的当中 每当看到 有一个信主之后 天使天君和我们 一起的同欢喜 一起同唱赞美的诗歌 这真的是 这真的是人生 一个最大的喜乐 然后呢 最后就是我们愿意 尾声 我们一个一生的一个committment 那他这一个 这本课程呢 他也有一个例子 那我也想 我也想 我想学王语一样 我就不用他的例子 我就用客人 在最近的生活 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呢 很快的有两分钟的分享 这次的疫情的当中 我们教会 我们大家知道 有13位的弟兄姐妹受洗 我说实话 我非常的感动 那这一季的基药真理班 还有六位的新人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怎么样这些人会来呢 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 真的是摆上 他们陪这些的弟兄姐妹 陪这些的新人来上课 就是一起的在这个Virtual Class 在这个Zoom上面 从头到尾的陪他们 不仅是课堂的陪他们 是生活上面的陪他们 让他们生活当中 有需要的时候呢 这些需要就可以得到满足 所以这些卫性主的呢 就在这些弟兄姐妹生命 看到了一个小基督 那这些弟兄姐妹知道 我们教会是这么有一个资源 丰富的地方 所以就带到了门讯班 所以这个基药真理班 门徒基药真理班 我们就在基药真理班 我们的几位的导师 就合力群起合力的 把这个基药真理教导他们 他们受洗之后呢 当然受洗 还有受洗的约堂 我们教母同工 又是另外一批的人 我们再来帮他们 那之后呢 他们加入了小组教会 哇在小组教会呢 小组团企就得到了喂养 然后呢 再让他们上继续的 继续的在门徒的造就上面 上标杆人生 继续培养他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林良堂 这次感谢跟牧师 来的之后 来的这个门徒训练的 这个教导 让我们知道 我们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不是停留在做信徒而已 我们是要带领他们做门徒 门徒带出门徒 一代一代的 让我们的信仰 真实的能够传下去 如此 唯有信徒 唯有门徒 唯有门徒 能够把福音带到地基 这是我们的责任 唯有门徒 能够把大使命完成 这就是我的分享 我想我的时间大概就到了 谢谢 谢谢宇康传道 让我们来跟从主 那我发现我们大概十分钟到十二分钟 我们中间还有十分